你要去買宵夜是不是 我沒有啊 我要去運動 你要去運動 幹 幹嘛啦 我是不能運動喔 前幾次你都要去買吃的 怎麼這次突然要去運動了 我就覺得我最近真的變胖了啊 不可以 你得給我去買宵夜 為什麼 原來是這樣嗎 你在說什麼幹話啊 不要阻攔我 我今天一定要把肥油甩掉 你是鬼嗎 誰輸了 誰就要去買脆皮雞白不切不辣 加九層塔協助機配白餌豆腐跟米鞋大腸來吃 根本是你自己想吃的吧 這次就用國小劍教來決勝負吧 這次我們請到了劍教小老師來擔任這次的評審 劍教劍教 這根本就是賣XX雷噸吧 第一題 洗手舞藥絕 請問洗手舞藥絕是哪五個 太簡單了吧 衝脫 吃搓衝捧擦 你剛剛是不是像你講錯 但只會記口訣 會不會做就是另一回事了 劍教 那麼就來實際操作一次吧 劍教 我就先把手弄濕 然後 濕 嗯 濕 錯 衝 紅 擦 指定洗手你洗什麼全身啦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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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這根本不是洗手啊 閉嘴 性感就是正義健將 不要一副講什麼偉人名言的樣子 第二題 狀況題 請依下列狀況判斷是否正確 阿嬌從小個性陰柔 喜歡玩芭比娃娃 為什麼拿我當題目啦 因此同學們都喜歡叫他娘娘腔 這是正確的嗎 錯誤 不能因為別人的性情相嘲笑他 正確 誒 我為什麼正確也對 因為阿嬌有抖M屬性 他希望同學能夠多罵他一點 啊 感覺好耶 可以啦 下一題 嬌子是一個女生 但他個性陽剛 很喜歡跟同學比腕力 因此同學們都喜歡叫他男人婆 這是正確的嗎 不正確 正確 什麼又兩個都對啦 因為阿嬌有抖M屬性 每次叫嬌子男人婆都會遭到暴打 而阿嬌很享受這種感覺 啊 摩托摩托 那跟嬌子有什麼關係啦 看來兩位對兩性的知識旗鼓相當呢 這題目完全有問題好不好 第三題 保健小知識 請問CPR的步驟是 哼 就是陷阱題吧 現在最新的口訣是叫叫CD 不錯嘛 那麼叫叫CD是代表什麼呢 就是叫叫 CAT DOG 你根本不知道是什麼吧 學長的答案呢 叫叫 西班牙DATS 這都要逛你在跳什麼舞啦 看來你們根本不知道能見叫 第一個叫是叫病患 第二個叫是求救 C是胸部按壓 在胸部涼乳連線的中間處 給我好好昏迷 兩手相扣雙倍打直垂直下壓 每分鐘壓100至120下 最後第一則是實施電擊劍匠 取得附近的AED 依照圖示貼附導片並實施電擊 哇 不愧是劍教小老師 竟然知道這麼詳細 那當然 為了看學長的裸 為了大家的保健知識 這點知識是必要的劍教 剛剛是不是突然講出真心話 唉用了好多力氣好餓喔 來吧 我去你吃東西吧 真的假的啊 你難得請客欸 對啊 你今天也累了 還學了這麼多知識 是該好好補充一下體力啊 嗯 阿勒 第一題 啊 是 是 是 シェイス 哈哈哈哈